在我身后是多伦多Downtown 旧城改造计划中的一片建筑申请 由某梯子头开头的超大开发商主持的 预计明后年会开卖 我猜价格会卖到1600以上 不过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要带大家去看这个地皮旁边的一个项目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项目名叫Danielsand Parliament 去年我已经拍了这个项目 当时卖的是北楼 Danielsand Parliament是2022年 整个多伦多Downtown销售比例最高的楼盘项目 卖了超过90%的units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一次呢 带给大家的是Danielsand Parliament的南楼部分 也是最后一期了 开盘日期是2023年4月19日 预计的价格是1300 差不多2026年初完成 根据我的计算 在多伦多Downtown 估计再也不会有1480块钱以内一尺的楼盘了 除了身后的这个项目以外 毕竟不够本嘛 上一次来这个site 还没有开工 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地基基本上已经挖完了 施工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大家要知道 开挖商一般是不会用自己的钱 开挖和开建的 都是卖掉差不多70%以后 借到建筑贷款才能开始开工 开工了 说明建筑贷款已经secure了 Danielsand Parliament这个项目 还有50%多没有卖 在只收10%首付的情况下 已经可以secure建筑贷款 相信也只有Daniels这样的超大开发商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项目究竟值不值得入手呢 不要走开 我会在演播间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 大家好 我是Norman 又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任何楼花项目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绝大部分我看到的项目实在是太垃圾了 完全摆不上台面 我推荐任何投资标的的标准也在这边跟大家重申一遍 非常简单 我只会推荐我自己满意的愿意出钱买的Norman Proof的项目 以我的咖位所有你见到的楼花盘我都能帮你拿得到 为什么没有推荐它们呢 是因为我觉得它们不够好 如果一个楼花盘我觉得不好 我会诚实的告诉大家 并且对想买这个楼花盘的客户进行劝退 当然劝退三次不成功的他坚决要我还是会帮他们买的 每年大多伦多地区差不多会推出150个左右的新的楼花盘 往年的经验看 这其中差不多有5%的盘是质量比较好的楼花项目 有90%的项目是搜搜凑合事的 还有5%是垃圾 最近两年由于开发商建筑成本大幅上升 新出的楼花盘项目质量好的下降到了3%左右 还有90%左右是搜搜凑合事的 垃圾比例上升到了7% 对我个人而言 想要利益最大化很简单 不管是不是垃圾 每一个盘都卖就好了 可是卖垃圾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所以每年的视频和推文中 我会点名表扬 我觉得质量好的项目 点名批评 我觉得质量比较差的项目 剩下的90%属于凑合事的 质量不算特别差 但也没有好到值得大家买的 就是我啥也没说的项目 那么什么样的项目才是我自己觉得好 愿意出钱买Norman Approved的项目 也来带大家复习一下 Norman选楼花盘的三个黄金法则 第一点价格便宜 第二点开发商硬 第三点首付比例低 2023年截至目前为止 除了马上要开盘的 Daniels & Parliament South Tower之外 我实在找不到符合这三项要求的楼花盘了 第三点首付比例低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 入住前Daniels & Parliament只要10%的首付 市场上极少有项目可以做到这么低的首付比例 大部分楼花盘要求15%到25%的首付 首付比例低可以让你的收益率暴增 同时让大家攒首付的付款压力下降许多 第二点开发商硬 这也很好理解 判定标准是BuzzBuzzHome上注册项目超过30个项目 这样的开发商我称之为大开发商 占总开发商数量10%以内 近几年倒闭的最大开发商是Chris Ford 他在BuzzBuzzHome上巅峰时期注册项目差不多是15个 这显然也是不符合我对大开发商的要求的 买小开发商的项目 基本上就是在收益率不增加的情况下风险变大了 这样投资标的的质量显然也跟着下降了 小开发商如果成功的把房子建下来了 那么等于开发商用了你的钱积累了自己的branding 如果黄摊了 那么开发商可以过两年换一个名字 同一批人重出江户 而你的钱会躺在银行的账户里恩年零收益 Daniels在BuzzBuzzHome上有69个注册项目 无论怎么看在整个加拿大和大多伦多地区都是巨无霸级别的存在 安全系数非常高 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我妹妹我的员工以及我的许多位客户都买了Daniels的楼盘 欢迎大家用同样的检测方法检测一下你看到的楼盘 开发商到底能不能符合Norman对大开发商的标准和要求呢 今天还是来跟大家重点讲一讲Daniels on Parliament最大的优点便宜 均价一千三绝大部分人买楼花都是为了投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买的房只有不能出的价 如果大家买了天价的楼花盘就等于再给多伦多和开发商做贡献 多伦多政府拿到了房屋供给开发商拿到了利润 光荣的嘞 只有买到便宜性价比高的楼花盘才能既光荣又站着把钱给赚了 去年Daniels on Parliament卖北楼的时候很多观众问了我两个问题 一均价一千三便宜吗 二这个楼盘这么便宜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 为什么便宜呢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一千三真的便宜 去年我咨询了很多业界人士调研了一下在多伦多当趟重新买一块D建康豆成本会是多少钱 我出了一期视频没有看过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 最后算出来得出的结论是按成本加算 开发商在不赚钱的情况下需要1480块钱一尺才能在多伦多当趟建康豆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多伦多当趟看到的楼花盘基本上都是1600以上一尺的 甚至2000或者2000多一尺 因为只有开到这样的价格 开发商才有足够合理的利润 相信未来在多伦多当趟很有可能再也不会出现1480一尺以内的楼花盘了 因为不够本 大家且行且珍惜啊 这边两张图是我总结的Danielson Parliament South Tower跟Downtown其他楼盘的价格比较 以及跟大多伦多区域其他热门楼盘的价格比较 值得说明的是这个比较是按最低楼层进行的比较 如果加上楼层费 你会发现很多楼盘的价格其实比我标的要高的多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 比如Downtown的Queen Church 价格大家可以从Tradale的官网看到 位置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售价却高了一大截 再比如最近很火的LSQ和Union City 这两个盘看似只要1200块钱左右一尺 实际上这两个位置一定得买车位的 不买车位这个房子根本没法用 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盘不允许买车位的小户型 建好了之后到底应该怎么使用 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去当冤走 加上车位均价就超过1300了 甚至超过1350了 可以说跟Danielson Parliament用同样的价格 买了位置差得多的项目 毕竟Scarborough和Mark Hunt跟Downtown 确实是没有可比性的 还有我小红书提到过的搞笑型选手 Yang City Square 作为尊贵的Berkshire Hathaway B股股股东我还是得批评一下Berkshire Hathaway 这个社区在十几年前是一个比较旧的社区 这样的楼盘去卖 这一期我们卖的是Daniels最后一片地皮 Danielson Parliament Phase 3 旁边的Future Developments 是某T字头开头的超大开发商即将开的盘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由于这个开发商是没有给市政府做什么贡献的 它从市政府手里买地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市场价 所以相信这边的Future Residential开盘至少要卖到1600 这边只卖1300 1600和1300买哪个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 好我们回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便宜 这边就跟大家讲一些 大部分人不知道 其他经纪人从来不讲 开发商不想让我播的内容 大部分开发商定价是按成本来定的 在成本上加个15%左右的利润率 就是最终楼花的售价 从这一点上 Daniels & Parliament便宜可以说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因素 这个因素不是空前的 但很有可能是绝后的 我拿一个去年也很火的项目来做一个比较 8elm By the way 8elm的开发商是Reserve Properties和Capital Developments 这两个开发商其实都是不满足30个项目的大开发商要求的 加在一起才勉强打料 8elm这块地皮的购买价格是1.5亿加币 一共819个unit 所以对应每个unit的地皮价格是18.3万 按照Altos Cost Guide的建筑成本 Hard Cost差不多是450块钱一尺 因为它的楼层比较高 有60多层 有70%的Sailable Area 剩下30% 我们可以算公摊电梯这些面积 600尺的unit成本差不多是450乘以600再除以0.7等于38.6万 同样的情况下 这两项主要的成本 Daniels and Parliament到底是多少呢 地皮只要1700万 属于Daniels给City of Toronto干了很多活 政府基本白送的地皮 一共628个unit 平均每个unit地价只有2.7万 建筑成本因为只有不到30层 每尺只要370块钱 600尺的房子 硬的建筑成本是370乘以600除以0.7等于31.7万 只算这两项成本 8elm每个unit可以说比Daniels and Parliament贵了22.5万 而这个成本上的价差也充分体现在了两个楼盘售卖的价格上 诚然8elm的位置确实是比Daniels and Parliament要更核心更好的 不过我们用最朴素的思维看一看8elm的价目表 就可以发现8elm真的是卖的比较贵 最小的户型 2313块钱一尺的studio 以我这么多年从业经验 可以负责人的告诉你 交房的时候 银行大概率评估价格会给你打个八折 甚至更多 等交房的时候是极有可能破发的 需要在开发商规定的首付外补差价才能从银行调到款并交接 我力铁为证 8elm是很有可能破发的 如果最后打脸了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当然也不能排除最后市场暴涨了 造成8elm最后能打平的情况 但是代价就是其他的楼盘涨了更多实现了盈利 无论如何 以我的计算 8elm是很难跑赢市场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楼盘 可以在他交房的时候去买assignment 大概率是原价甚至是低于原价就能买得到 Daniels on Parliament南楼所有的户型图和价目表具体的信息还没出 目前知道的消息 均价大概在1300出头 最小的户型studio差不多是接近400尺 55万 即使这样算下来 Daniels on Parliament最小的户型也只有1400块钱一尺 跟8elm比差不多打了个6折 4月19号 Daniels on Parliament会出全部的信息 敬请期待 现在接受预定 可以提高申请到的命中率 如果不喜欢 到时候也没有任何obligation 看法商真的不需要请经纪人去旅游 不需要请顾客和经纪人吃大餐 更不需要给头部的经纪人发劳斯莱斯 真正的善意是努力把风险和成本控制好 把最优质的产品 最高质量的物业带给市场和买家 随着建筑成本不断上涨 以及多伦多市政府不再有空地 伴送给开发商 相信未来在多伦多当趟 很难再见到1480块钱一尺以内的楼花项目 毕竟开发商还是要赚钱的 当然估计也很难再看到60万以内的楼花项目 除非这个单位的大小是200尺这么一个体量 如果我是Denius的老板 Denius on Parliament这个项目 完全可以匹配市场价格 卖1500到1600一尺 相信也可以卖得掉 但是Denius没有这么做 也希望屏幕前的观众珍惜Dentown 可能是最后一个没有连租房 且白菜价的楼花项目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欢迎这边联系我 一定帮你拿到满意的房子 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房子上的问题找Normand就够了